动手术需要多少天啊 要是动手术请多了 我就不做 这个孩子懂事的让人心疼 但孩儿他妈就没有怎么懂事了 其实孩子很早就出现了腹痛的症状 但妈妈告诉他 男子汉一定要坚强 肚子痛忍忍就过去了 于是孩子真就一直忍着 过了好些天 直到终于忍不住了 来到医院一检查 发现肚里的囊肿 已经快占据了身体的一半 医生都被吓了一跳 让妈妈赶紧签字手术 但得知消息的小男孩坐不住了 趁夜来到了医生办公室 二日动手术请多了 我就不做 我觉得妈妈让妈妈一天吃几时 而且他还是很晚回来的 我觉得妈妈很辛苦 医生瞬间感到好心酸 一个八岁的孩子 这么懂事 这么心疼自己的父母 但过重的精神包袱 并不利于孩子的倘妇 医生把他带到了自己宿舍 想通过开导打开他的心结 原来医生也曾因为钱的问题 想放弃学业 索性他坚持了下来 才有了如今的成绩 两人达成约定 孩子好好配合治疗 长大赚钱报答妈妈 第二天手术前孩子得先插上胃管 不得不说这娃是真能忍 大人都受不了的痛苦 他硬生生给扛了下来 但手术的进展却不容乐观 因为之前拖的时间太长 而且已经发生过多次炎症 脑肘和器官已经沾黏到了一起 要想完全切除 只能往下慢慢剥离 而且还要面对肾血和器官损快的风险 手术整整进行了四个小时 好战最终的结果令人满意 手术四天后 医生彻底给他送来了生日蛋糕 庆祝孩子顺利出院 我提一杯啊 男孩肚痛肠子烂 妈妈劝作男子汉 虽然懂事经不欢 健康成长才更赞 我是宝牙 我们下期见